日本摘蛋松本为了看70岁的美人鱼 开这400多公里 把我拉到制作古岛上 这美人鱼怎么还是坐船来的 穿了一身纯白色的衣服 头也是裹得紧紧的 原来松本说 这是日本仅存的几名 可以采珍珠的海女 这位海女都70多岁了 没有任何装备 就直接潜入冰冷的海水里 问了才知道 我离身百步 据说是为了躲避来自鲨鱼的攻击 很轻松的 头手打捞了一大把珍珠背 松本说 这一百块的一个珍珠背盲盒 一不小心就可以一夜暴富 就看松本一顿操作猛如虎 轻轻一起 珍珠还珍出来 这松本好像发现了财富密码 又要开一个 松本欧气满满 这一颗光泽度完美 工作人员说 在荒岸的条件下 越亮的珍珠越好 松本说 日本三重线的珍珠真的很值得入手 世界各国的皇室女王都沐云而来 这里的每一颗阿快亚珍珠 都必须由专业的鉴定师严格筛选 他们会精心挑选 只占5%的高品质珍珠 这不刚好母亲节目 会打满第一件事 就是来看珍珠 如果不是松本告诉我 我还真不知道 大满有一条珠宝批发一条街 可问题是 这些店只给品牌方批量采购 不给个人售卖 松本帮我问了好多家 阿快亚珍珠终于找到了意见 这专由鉴定证书的珍珠看上去不错 我今天看的这些日本阿贵亚珍珠 最大的特征就是很亮 被日本当地人爱称为小灯泡 就算光线微弱也能产生光泽感 越暗的地方反而会越亮 而且还有丰富多边的蕴彩 白中还带有淡淡的樱花粉 这样一样 谢谢 赞用体验评分